嗨,大家好,我們今天要嘗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做一些3D模型 來運用在生活上的一些場景 那由於疫情的關係,我們很久沒有出去玩了 然後我其實一直聽說可以去龜山島賞金,我就一直蠻想去的 所以我們今天嘗試可不可以在家,然後利用這種地理資訊系統JS 然後去找一下龜山島的圖 然後把它拿下來之後可以把它放在桌上的一個擺件 這樣每天看到它呢,它都可以讓我心情變得更好 那當然我們如果可以在上面加一些簡單的功能 讓這個擺件在使用上也可以更方便的話,那當然是更好的 那這就是我做出來的一個簡單的一個龜山島模型 那我們現在來跟大家講該怎麼做 那我們會用到軟體就是Blender 那首先我們到網站上面 那我們在這個搜尋引擎上面打這個BlenderGIS 搜尋之後的第一項,點開它是一個GitHub的連結 進去之後呢,它這邊就是介紹一下它這個的使用方法 那主要來講的話,它可以運用到的是比較多的一些開放性資料 像Google的這種GIS系統啊,Beam的系統 然後裡面有連結一些開放性資料像OpenStreet 或者是OpenTopographic 那這些連結的資料都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那到底應該怎麼用,我們來試一下 那首先從code這邊會有一個download zip 所以點進去之後呢 你會看到我們進到這個Blender的畫面 那我們首先從這個edding裡面它的preference 然後再add on的部分 那如果你還沒下載的話就在install的部分 那把剛剛從download裡面的那個zip檔 把它install進去就可以了 那install完之後呢,我們打這個blender 好 打開點進去之後呢,就會看到這個 我們把它打google 往下拉 看一下它整體的敘述欄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用這個東西 那建議是在這個的資料夾旁邊,新增跟ketchup 然後把資料放在裡面就好了 那結束之後呢,記得Save Reference 那我們回到上面呢,我們打node 那這個rendler這個也記得打開 那後面會用得到 那打開之後呢,一樣記得再存一次 這個時候我們回到這個頁面之後呢 會看到上面有個gis 我們點進去裡面,點到bass map 點開之後呢,裡面其實有很多選項 那你可以用到google的啊,或OSM 那OSM的話就是 open street map 它是另外一個開運行網站 那bin啊,其實也都蠻有趣的 但我們這邊就是想要白票google的gis系統 所以這地方我們就點到google 那最重要的是這個部分 就是你的選擇你要用到的這個圖層 要用到的是 一般的地圖圖層還是衛星圖層 那這邊我覺得用衛星圖層比較好 因為衛星圖層的話它可以看得到這個 它在衛星影像上的結果 但如果是地圖的話 你可能看起來會沒那麼有趣 那我們這邊就先以衛星來做演示 你點完ok之後呢 可以看到我們可以直接在blender的頁面裡面 就可以直接看到世界地圖 那左上角這邊的話會有它縮放的比例 所以我們就往下縮 那因為我們是要做龜山島嘛 所以我們就一直縮放 先選到台灣 那我們記得龜山島在伊蘭的外海嘛 就選到這地方 慢慢放大之後就可以看到龜山島出現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點選這個龜山島的 在你整個頁面的正中間之後呢 按一下鍵盤1 可以看到它就可以把龜山島截取下來了 那截取下來之後呢 我們點到GIS檔裡面的web 然後這邊有一個srtm這邊 這就是把這個tope資料放進來 它的高度資料放進來之後 它就會有3D的影像 那一般來講我們會用opentopography 這個連結 但是我現在在測試的時候 這個連結它現在是連不上的 那連不上其實下面很多選項 那你就直接改成這個 另外一個連結的GMRT這邊也可以 點去之後呢我們就會看到龜山島的整體的形狀就已經出來了 那出來之後呢我們可以從右邊的這邊這個選單去做調整 那我先把這個拉上來 那這個調整其實蠻簡單的喔 就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譬如說這個高度我覺得 現在這個龜山島看起來不夠雄偉 所以我想到它的倍率變成1.5倍了 有沒有看到沒有 它整個就凸起來了 那這樣的話它是做細部調整 但我們如果現在去放大去看的話 會看到它的表面其實非常的 呃... 不像是山嘛 就是看起來有點太光滑了 那會降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它的分割不夠細 所以這邊我們就把它框選起來 然後在Edge的這個地方 把它分細一點 把它往軌給它多一點 那這邊就依照看電腦了 那如果你電腦跑得動其實分得越細看的就越清楚 那我們再回去 這個 就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表面的結構就有出來 那再來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呃... 當你確定好之後呢 可以回去 這... Texture這個地方 點去... 去的下面呢 會有一個 Sampling 然後這個 嗯... Interpolation Interpolation 這個東西要打開 那你才有辦法讓你的這個 成像會變得更漂亮 確定好之後呢 就按Apply 那因為我剛剛之前已經用過 所以這邊就有擦擦掉掉 那這邊都調整好高度之後呢 記得按Apply 好 Apply之後就會得到這個圖 那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平面的嘛 那可以跟我剛做出來的結果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簡單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 先按這個Ctrl A 把它 回到原點之後呢 進到編輯模式裡面 好 按E Z 然後 往下拉 往下拉之後 按S Z 0 把它下面拉成平的 然後回去看 然後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完成一個 簡易的3D模型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針對於這個東西去做使用 那看似想要把龜散島做起來之後 放在桌上 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的做法就是我把它做完之後拿到 列印集區列印 然後把它桌上把它變成一個成品 那我們等一下在最後的話會看到這個成品 所以今天的介紹就是透過Blender的方法 擷取Google的GIS資料 那當然我們也要匯入其他網站面 針對於這個 衛星資料上面的 這個高度資訊 所以得到一個龜散島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列印出來 看是它把它做成 指證啊 筆架 還是衛生紙盒 其實都是看你自己的決定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龜散島去印 那印完之後其實產品就在這地方 其實蠻漂亮的啊 那這地方我們有用到PUSA的雙色列印 那這也是一種選擇的方法 就是可以讓海跟陸地分開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蠻漂亮的 所以我們這樣就印好了 那因為如果印出來只是當做 觀賞的話 其實的確可以讓我想到龜散島 跟賞金的活動 但是我們就做了一點點小小的設計 就是上面 呃 放了一個洞可以做評價 剛好可以讓因為這個 我的是第一代的Apple Pen的時候 它會一直過來走去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好之後 就可以把它放在桌上了 所以這樣就算是一個完成的作品 那我們的作品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按讚跟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 謝謝大家